这是发生在2010年的一档综艺节目中 陈奕涵脱口而出的几个字 让台湾黑道太子爷都一脸震惊 当时陈楚河和陈奕涵为合作的电影《流星蝴蝶剑》做宣传 为了吵热度 主持人现场要求两人重演剧中的借位接吻戏 接下来两人很快便进入了角色 陈奕涵的手也不断地在陈楚河身上游走 暧昧十足 在两人的嘴巴距离还有5厘米左右距离时 陈楚河便不敢再向前 陈奕涵却主动凑上去 陈楚河十分尴尬 但陈奕涵却是一副十分享受的样子 可两人分开后 陈奕涵却随口来了那句震惊四座的黄香 其一副意犹为敬的样子像是欲求不满的少妇 后来主持人害怕节目尺度过大便马上转移了话题 没让事情向更严重的方向发展 同样变态的事情 在2010年某部电视剧的发布会上 陈奕涵作为女嘉宾 被邀请玩起唐博湖点秋香中的把戏 闭眼找出男主杨又宁 于是他便毫不避讳地把场上的男嘉宾都摸了个遍 手从脖子慢慢向胸部摸 最后一直滑到肚子处 其动作十分具有挑逗性 后来摸到杨又宁时 动作尺度更加大 直接向人家的裆部摸去 吓得杨又宁连忙用手捂住 场面一度让人尴尬 后来陈奕涵只好继续摸杨又宁胸肌 主持人见机调侃杨又宁有没有摸过陈奕涵的胸肌 杨又宁只能一笑而过 接着陈奕涵便帮他回答说没有 还说自己曾经邀请杨又宁摸自己练过的屁股 遭到他拒绝 看着杨又宁的表情 小编都替他尴尬 不得不说 弯弯的综艺尺度还是比较大的 有人猜测这会不会是陈奕涵的故意炒作而做出的一些行为 但其实这就是现实中陈奕涵的真实写照 在一次旅游记录中陈奕涵大胆地拍下了自己随机找一位陌生男子当街亲吻的照片 并发布在了社交平台 并称这是爱自己的一种方式 自己亲完还不够刺激 还叫上自己的好伙伴再去亲男生 还真是三观尽碎 据说是因为他失恋亲吻陌生人 是在弃前男友 但这种爱自己的方式也是过于奇葩了 也再次让我们看到了放荡的他 在某次接受采访的陈奕涵被问有过多少前男友 他回答说不敢数 后来又被问到从什么时候开始恋爱 他说国中也就是初中 在大家还是初中生还是懵懵懂懂的时候 人家已经有过好几段恋爱了 可见他的思想是多么的前卫 更是被媒体扒出他有过47任男朋友 最长为三年 最短的为三个月 这丰富的情史连女海王肖亚轩都望尘莫及 陈奕涵解释 自己的新鲜感只有三个月 他是个恋爱脑 很害怕没有人和他谈恋爱 所以身边的男人没断过 对正常人来说 恋人分手之后大多数都是不会再联系 最多也只是做回朋友 但陈奕涵却不一样 他和男朋友分手后 竟然还会组织个团 一起出去旅游 一个人和多个前男友一起去旅游 竟然不会感到尴尬 还表示感到十分开心 他的脑回路确实是我们不太能理解的 在接受采访中 他也亲口表示 自己的愿望就是向足球队发展 在陈奕涵参加前男友婚礼时 还说像是个换期游戏 不得不说这一节也太敢说了吧 可当大家以为这位情场高手 还会继续浪荡情场时 他却选择了全身而退 2018年 陈奕涵在社交平台上 晒出自己怀孕的照片 并表示自己在三天后 与许富翔结婚的消息 网友们被这突如其来的信息吓了一跳 随后便开始挖掘许富翔有关的信息 许富翔是个不知名的小导演 要么也是十分的平凡 大家都不能理解 见惯帅哥的陈奕涵能与他在一起 而且还是未婚先孕 就算陈奕涵负面新闻比较多 也算是十分有名气 而作为情场高手的他 为何会为了这个男人收心 直到看到他们参加的一期夫妻综艺节目 幸福三重奏三后 不得不令人感叹 他确实选对人了 刚搬到节目组安排的房子时 有非常多的行李需要收拾 本该夫妻两人一起收拾的 陈奕涵却表示 自己想玩拼图不想收拾 于是许富翔就帮他拿出了拼图给他玩 自己就慢慢在一边收拾 全程就没有一句怨言 甚至等陈奕涵玩累后 睡在沙发上后 他还在慢慢收拾 还会放轻手脚害怕吵醒他 对他可谓是十分宠爱 陈奕涵发现了没有线 也可以打电话的坐机 便很好奇地与他分享 许富翔便立刻放下了手头的事情 过来陪他一起玩 两人的相处也是十分融洽 结婚多年却胜过很多热恋情侣 这一刻大家才明白 为什么陈奕涵会不顾一切选择许富翔 真正相爱的人又怎么会揪着过去不放呢 许富翔不在乎陈奕涵的过去 爱他宠他 怪不得陈奕涵也表示 嫁给许富翔是这辈子最幸福的事 就让我们一起祝福他吧 本期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 您又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大家一起评论